老赵你按摩上了 对啊 这个玩意不是在家用的吗 怎么拿到车上来用来了 这个是很方便的 他自己带这个电池 可以充电 还可以挂到这个上头啊 不用接电源也可以用 这还不错啊 对啊 最近一段时间跑得太厉害了 按摩一下颈椎 可以可以 可以正转反转 还可以调节力度 挺舒服的 没电了在车上也可以充电 接这个点烟器就可以充电 那咱们今天上哪看房子呀 今天找了一个 挺便宜的一个小院子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哦 你说的是嘎洒的那个吗 对 行 那就再劳烦你开车带我去一下 好 高高兴兴出车 这哪个年代的房子 下一句应该是平平安安回家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老王找院子 今天呢 还是在西川百纳 找到了一个 比较古朴的一个村落啊 是一个真正的 咱们歹族的 没有被开发的一个村落 当然了 这个村落呢 其实位置是非常好的 它旁边的一个寨子啊 已经是做过旅游开发的 每天早晨呢 这个大巴车呀 拉着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个旅游的 呃游客啊 来这里参观 那么在它旁边的这个村子呢 还没有被旅游包围啊 呃 这个村子里呢 呃 据当地的这个村民 跟我们说 有一套呃 想要出售 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过来拍一下 我呢 也还没有见到 那么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在真正的歹族农村 这个院子是什么样的 这是歹族的 真正的农村啊 这路边种的是什么 小番茄好像是 你看 现在还是二月份 在我们北方城市啊 还是冰天雪地的 现在温度不高呢 还在临下 在西双版纳 就是感觉 还是夏日的感觉啊 现在这个时间 是下午的时分 呃 看一看这个歹族的 这个 真正的寨子啊 其实和我们汉族的寨子 也没啥太大的区别 除了这个建筑物 有不太一样 呃 农村吧 反正好像都是这样 闲暇时间就是坐下来 喝喝茶啊 看这边在 打打牌 呃 休闲一下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眼前这个房啊 这个房呢 它是个一楼哈 张相能不能盖二楼啊 盖不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 盖不了啊 但是它这个层高 可以在里面 哦在里面隔成那二层 这房子有多高啊 五米多高 五米多高可以隔成一个 就是楼上睡觉的这样一个 loft那种形式啊 这个小村楼不错 它这个院子 呃 感觉是不是特别像我们那个 交通地区的小院 门口是菜地啊 因为咱们看到 很多歹家的这个楼吧 它都是圈起来一个小院 然后院子一楼呢 呃楼空 然后它也不做菜地 就是放一些农具啥的 或者是养一些什么鸡啊 什么啊 这个它是门口做了一片菜地 看看 这个是个什么树啊 长得还挺茂盛的 这个木瓜呀 葫芦咪啦 长得挺茂密的 不知道是什么树 反正是一棵南方的树种啊 你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特别像我们这个汉族的这个农村啊 特别像我们山东那边小院 它是这样的 蛮好的 这是什么牛油果啊 哦这是牛油果树 哎真是第一次见 这种牛油果树啊 牛油果 花海银沾来吃 这个牛油果 在我们山东卖的是挺贵的 一个就得十块钱 按个卖的 这边的话 你看它是这样牛油果树 在院子里有两棵 好像一棵 这边还种的小葱 然后这边是种的 这个是生菜啊 对长得好大的 这个是生菜呀 哎 看这个包包菜长得多好看 像一朵花 像朵花一样的 真好看 进到房子里看一下 一进来是一个厅 这是客厅吧 你看它层高有多高 哪只五米啊 六米也多 对哪只五米 你看多高 老张的称高是一米八 你看它这个顶上 还很高 最起码有六米啊 很高 所以说这里面搞二层 是没问题的 这个墙应该也是可以打掉的 我们在里面走看看 这是它的第二间房子啊 第二间房子 它是一个卧室 我现在看出来 它这个房子是这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了 它就是一个直筒形 是不是老张 一进门是客厅 这种格局 咱们在那边没有见过 它是这种长条形的格局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小院子 还是挺好的 可能是根据当地的 这个民居的这个情况啊 他们做的 就是跟咱们汉州那边 是不一样的 这个房间 整个的面积 大概有多少 四十多个平方 加上二层楼的话 就可以变成八九十个平方啊 对 八层二层 就变成了 翻一倍 翻一倍啊 其实挺高的 我觉得这个顶真的挺好的 嗯 很高很高 那然后门口还在一片小院子 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 这边还有一 还有一小块啊 这边也是一小块菜地 这就是咱们整个 这个小院子的全貌了